今天的你想看什麼呢?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女子車流 我是安竹 最近不只天氣很熱 而且畢業季暑假要到了 很多人會趁這段時間 挪出一點點的空檔考機車駕照 還是正在看影片的你們 早就已經身經百戰 是一位道路老鳥了呢? 但是就像是買車容易養車難 考驟容易上路難 這次整理了五個在路上 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來看看大家是不是很有既視感呢? 方向燈篇 等等你的方向燈呢? 有時候騎車騎太開心 就順順的沒打方向燈就轉彎了 我只能說這真的要從 培養習慣開始做起 像我就是不斷耳提面命的 跟自己說要打燈要打燈 拜託要打燈 因為這樣子先讓別人知道 自己下一步要做什麼 也算是保障自己的安全 甚至有的時候遇到比較長的紅燈時 我會預先打燈 等到綠燈的時候再擺頭查看 那確定沒有車之後我再轉彎過去 像有的車它的方向燈可能你一打 它就會滴答滴答有聲音 雖然可能有一點點吵 但我覺得至少有起到提醒作用 告訴你說 我現在已經開方向燈 等等要記得關方向燈喔 說到這邊你要問一下大家 有誰曾經過完之後 忘記關方向燈呢? 自己在留言下方自首 有大燈篇 我們發動車子的時候 通常日行燈就會自動開啟 但是到晚上的時候呢 還是要記得要開大燈喔 大燈的話一般開近燈就好 它的形狀是這樣子 斜斜的往下 如果是到一些更暗的地方 像是深山裡 或是那種真的伸手不見無尺的地方 就要開啟遠燈囉 它的造型則是這樣子 像我的使用狀況的話 我如果開遠燈 對上有來車來 我會先暫時關掉遠燈一下下 不然的話可能會造成 對方通通縮小 視線突然一片空白 這樣子反而會更加的危險喔 超車偏 當你騎著一台摩托車 悠悠哉在在在路上的時候 前方有一台大車 這時候有的騎士可能想說 怎麼辦 難道我真的要一直跟在後面 走走停停嗎? 這時候有人可能會想說 摩托車是小車 小車要靠右 所以我要從右邊超車 等等這個非常的危險喔 因為在台灣是左駕 如果從右邊超車的話 很容易產生視線死角 而且如果從右邊加速 剛好旁邊臨停的車子 突然開門了 怎麼辦? 可是我也想到一件事情 像我自己騎車的時候 有時候大車就在前面 我在後面嘛 但是當我要超車的時候 左邊地上又硬的進行機車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會不太知道 到底該超還是不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你們又是怎麼樣應對 或者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你們是不是都曾經沒有熄火就下車買東西啊 但是如果這時候 有人要直接把你的車子騎走 或對你的車做什麼事情 這樣就是因小失大耶 所以 所以教科書的做法就是 先熄火再踢側柱 像是現在有一些車款 比如說 Gogoro DRG T-MAX 還有像擋車 都是已經有配備 側柱洗火的防呆裝置 我是覺得這樣比較安全啦 也可以避免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發生 保養篇 剛剛上述都是一些道路情境 但是在出發之前呢 還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先來檢查你的車況 像是方向燈正不正常 胎紋夠不夠深 胎壓 煞車皮等等等 都要先看一下 不然如果像你在雨天 騎車打花跌倒 或者遇到什麼意外 追溯發現 原來是自己的車況 本身就不是很好 那時候就已經為時已晚了 所以還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上路之前要先檢查 像自己的車子有沒有問題囉 以上的5個情境 不知道你還是你的朋友 亦或者是你隔壁的鄰居 中了幾條呢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女子車漏的安竹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